紅色的染料 來染衣服、來染布 我現在來看 爺爺到今天來見紅色麻氣養的 那這些紅色為了要生油漫漫漫漫的一道海邊 剛剛紅色在漫漫喔 一年時漫0.3到0.8公分而已喔 來 那小朋友 這一手邊這個就是我們養蚵仔的蚵仔茄 蚵仔茄上就是蚵仔茄茄 因為蚵仔茄茄是保麗龍對不對 要他飄來 各位有沒有看到我們的保麗龍是墊在蚵筒下面 因為蚵仔越來越水 因為蚵仔茄茄會越來越重 結果這個盒子怎麼會跌到水裡面對不對 來 我們墊上保麗龍 增加他的浮力 那今天呢 我們看到我們左手邊一條片紅色的蚵仔茄茄 這個紅色的是我們港澳公司的 來看看我們的右手邊 這邊就是我們的蚵仔茄茄茄茄 所以我們有時候可以看到我們的岸上 有非常多的蚵仔 有沒有看到左邊這個 這邊南那邊有一個在增密的 那邊這個蚵仔有沒有看到一龍一龍的 他撿好了之後呢 會請這個蚵仔車整個來載走 那今年的蚵仔收成的算不錯 我們安平的蚵仔呢 會在8月15中秋節以後才開始收成 為什麼要8月15後開始收啊 欸 想說我看一下右手邊來 右手邊來我們船長子那個地方 我們現在還是在收蚵仔有沒有看到 一龍一龍的好大龍 我這個呢 因為蚵仔呢 我們說的天然的蚵仔鋼 對男生非常好 而且蚵仔它的營養成分也很好 那我們安平這邊的品質都相當 各位看到小朋友看 就這樣一龍一龍